我四歲就在我們鄉下 在江門移居過香港 因為當時在香港的日本人 當然他們所行為 令到很多人都要逃走回內地 在這方面我見到這樣的事情 就開始自己感覺到 為何我們中國人要受到外來的壓迫 同時在跟著就發現 日本人和他們對中國人有一個說話 他說中國人當然落後 是文盲 即是不識字 從這樣的開始 我心裡引起那個心的說 中國人怎樣可以提高我們的教育 然後才為國家做些事 這是從那時開始的 你在年紀這麼年輕的時候 面對這些困難 我自己家裡也不是做什麼大的生意 因為我父親人很安閒的人 因為他又有租修 也做一些小生意 沒有什麼可以作業的 我眼睛看到這次 就好像看到那些糧食 就是需要的 我就在那裡自小 看得到 十幾歲 我就嘗試自己做些小食 好像花生 拿出來賣 可以賣 那我就很幸運 因為這樣的環境 做些食物 也都可以自己有兩餐 也都可以運到些少錢 然後在中國 幾間大學 就是復旦 當時我記得 我去到那個時候 剛剛成立他的董事會 我成為一個董事 我發現他 很多很多人在外面排隊的學生 我說是什麼呢 原來他那時候是等 那些電腦 就是要等位 可以說他不夠 所以我看到這樣 我竟然開始 第一次 我就捐500部給他 看到有些什麼 是需要 是值得去幫助的 我就去幫助 就不是論錢 論大 論小 就不需要 專程做某件事 是吧 就不是說要 專程為做什麼 能夠幫助別人 是能夠解決問題 的話呢 我就高興了 就談到 如何正視到現在你的新的名字 叫做正能量 那就是如何令到人 能夠的心態 以及對人 是大家令到他安樂 自己又如何安樂 那這時候呢 我就認為 開始呢 所以呢 就搞這個女志和將出來 做成功 兩位 真的 下方 會 按照 其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